我上課時聞到一些湧出來的沼氣 然後我在課堂大喊了一聲 嘩!很痛!你怎麼了? 她叫肥斌 五歲多 我養了她五個月 我平時睡火就不讓她進入 因為我最近有三個講座 我看到她是聽到Zoom的聲音 然後我又說話 跟讀者正在對話 所以我沒有機會去攔截她 她就非常愉快 然後在我的房間奔跑 然後撞出來撞我的腳 告訴我我現在跑了 你捉不到我了 然後再跑回房間再跑出來 之後我就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最初她來到我的時候 不讓我摸 長期躲在角落 有時我餵她 她不知道 她以為我捉她 她都會爭吵我 我是第三個主人 其實她是不斷轉換一個環境 和一個家庭 其實她是很害怕 因為她本身是一間 英文獨立書店 Brick House的老闆 Albert的寵兒 但因為大環境的變遷 Albert一家都離港反美國 既然是這樣 我家裡有空間 不如我跟她一起好好地生活 肥斌就是因為香港這一波移民潮 而被落下的一隻動物 我覺得這感覺是命運共同體的感覺 好像一些跟你一起生活過的人 一起耕耘過的人 離開了 其實自己都會有一些被落下的感覺 那種創傷是很隱而未見的 但一定會有一些記憶的缺失在裡面 我想這件事真的要好好生活 和好好消化 肥斌是很努力去探索一個新的家居 他也很努力去跟一個新的主人 建立一個關係 建立一個信任 在這段日子裡 我想留下的人 每一個都是你的同行者 而同行是一種力量 我是作家 蔣曉薇